去年年底,陈女士在杭州冠美国际医疗美容医院做了整容手术,还办了无优卡,说是能报销手术费,可陈女士说她每天都忧心忡忡 杭州冠美国际医疗美容医院在滨江区双城国际大厦 去年12月,湖州的陈女士请朋友介绍,来这家医院做了眼综合和鼻综合手术,花了14万左右 陈女士说,这个手术费用虽然比较高,但是店里推出了一项活动,她觉得挺划算,就贷款做了 陈女士参加的活动是办理无优卡来报销,大概意思是,顾客整形花5000块钱就能办一张无优卡 医院做了个系统,把这些卡放在系统里排队,排到了就可以返还手术费 不过要收取988块钱卡位管理费 陈女士14万的手术费,按说能办28张卡,产生的管理费就要27000多 按陈女士的理解,做这个手术实际上就花了这27000多,能报销12万左右 她觉得可以接受 合同约定,三年都没有返钱,就用同等价值的整形礼金券来补偿 陈女士说,医院承诺这4月份就能报销,可她一直在排队 5月份,医院方面发给她的截图显示,她在第二队列621号 记者采访当天在公众号里查询,显示第二队列681号 陈女士说,她压根看不懂,还介绍了朋友来做 据说,现在对方也在催她还钱,她压力很大 返给他们钱,这笔资金是怎么来的? 哦,这个就是,她是你后面,就是说,比如说10个人 好,就是说她消费到一定的金额,然后这个,就是说,从他们每一个人在里面 然后抽出来10%,不就,前面的人的钱就有了吗? 就等于是这样子,然后排着,然后一直往后排,然后前面的人一直往前,就是报 就等于是从你们自己后面的顾客当中,把你们利润抽出10%,每个人抽10% 慢慢慢慢累积去,我们报销给前面这些办的这个叫无优卡的这些客户 对对对 找到杭州冠美,领导不在,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看了陈女士的牌号,表示也看不懂 提供了医院总经理和市场企划两位领导的电话 记者拨打过去,都是无人接听 陈女士觉得,无优卡里面有猫腻 去了长河市场监督管理所,所里表示,可以现场报案走程序 记者的疑问,需要跟局里沟通 还是有点复杂的,调查了以后有什么情况,你后续要采访呢 我们可以在那个另外安排 陈女士在长河市场监管所报了案 记者给医院两位领导发取短信 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118黄金眼记住报道 关注188黄金眼,看百态人间事